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位时的晚婚上 他唱歌的时候把话筒拿反了 但是歌声一一就从音响里播了出来 当时他反应也算很快的发现了这个不对劲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啊 很多观众都发现了他假唱这个事 这事以后 他就被很多人指责了 然而 金星思他的并不只是假唱这一项罪名 他说以前有个名叫周虹的山东女生和他的经纪人半夜砖 买班墙来他住的中华园里找他 这个女生长想很普通 站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拿着一手 名为万物生长的哥想求他诀点 他当时说这个女生还算比较东风的长相 可以试着往民族风的方向上发展 万物生长这次各自有点俗气 不如改成万物生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金星都忘了这个女生了 突然间 他在电视上看见了这个女生 换了造型 也换了名字 甚至连出生地都换了 以前那个朴实的山东大牛 姚绳仪变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姑娘 连名字都改成了撒鼎鼎 广美看完金星老师的爆料都惊呆了 这年头名字可以变 连出生地和血统都可以换了 正是因为金星的这次超级爆料 撒鼎鼎以后身败名列 已经不出现在众人眼前了 看他的微博 也没有明星的迹象了 成为了普通人 有人说金星就靠似别人出名 这么爆料别人真的很过分 但广美不这么认为 在撒鼎鼎这件事上 撒鼎鼎犯了一个歌手最不应该犯的病 假唱 也犯了明星最不应该犯的病 欺瞒观众 现在的娱乐圈本来崩溪就很不好 能找到金星这样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太难了 而且金星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 比如赵丽颖 张艺山他都很欣赏 说明他确实是看人品的 以金星的性格能真心的喜欢 一位明星 我们相信 大家对那位明星的口碑也不会多差 你喜欢金星的感受感受吗